记者杨新城台南报道,一直罕见的皮嘴鱼,4月初现宗台南将军区废弃的岩城湿地后,到今天都还未离开。 皮嘴鱼全球可能剩不到500只,从冰微物种再提升被列为极微物种,在台湾也仅有零星记录,最近引起鸟有疯狂追逐,拍摄珍贵画面。 皮嘴鱼,学名,Elurinorincus pigmarus,又宁驰嘴鱼,最大特征就是跟黑面皮鹿一样有汤匙形状的嘴汇。 它是一种小型的摄禽,近在俄罗斯东北地带的楚科齐半岛,即研柱勘查家半岛的地侠附近繁殖后代,每年飞行一万多公里到东南亚过冬国际尿蒙研究调查, 皮嘴鱼将可能在未来数年踏上灭绝之路,他们族群树木即将的原因有繁殖地及千非中转战的期的遭破坏,全球暖化导致他们繁殖地的动吐层减少,也影响皮嘴鱼繁殖。 皮嘴鱼出现在将军岩摊地后,吸引鸟友扛住大炮望远镜头来拍照,北门鸟友黄永峰和黄文博拍到皮嘴鱼很兴奋。 黄永峰说,这只皮嘴鱼体长约15公分,和麻雀差不多大小,目前也长出繁殖雨。 黄文博说,鸟友多在早上和傍晚来拍皮嘴鱼,一次最多5,60人来拍照,有人还早,晚班都来卡位,人,鸟拍摄距离超过100公尺远。